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力文 我们提供理性的讨论平台 期待国会更透明更进步 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薪资应该要更透明化一点呢 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反映说 好像看起来劳工是处于劣势的一方 因为都很多薪资是写面译 那你面译之后也不知道别人薪水多少 你自己薪水多少 跟大家有没有差别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谈一谈 有立委现在希望能够 好 我们来提案修正就业服务法 规定企业是不是都能够把薪资明确的列出来 这个是理想还是真的能够去实行呢 今天要好好聊聊 先来欢迎今天几位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莲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我们接着欢迎是立法委员陈怡明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好 陆区欢迎的是立法委员张鸿路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最后欢迎是人力银行的公关杨宗斌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在立法院 有什么样的议题焦点呢 今天在国会呢 针对关于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问题 食药署放宽了128项蔬果农药残留容许量 其中呢有一个样的农药呢 它的6ppm甚至是高于国际标准 就有立委不管是朝野都是反对的 那么房检局也坦言 现在把标准放宽 其实是由农药商所提出的 好 看起来这能不能够真的最后放宽 还会有一番的讨论 就是今天国会的焦点 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要讨论的议题 我们要讨论是跟劳工很相关的 尤其是年轻人 现在都很希望在找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薪水不要这么低 第二个是薪水能够透明化 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就业服务法里面 有没有针对薪水有一些规定呢 就业服务法前面其实也有写啦 第五条之一的修正案 现在是说雇主招募或是 这是我原要提的嘛 雇主招募或是雇佣员工 除了高阶工作之外 不能够指标是薪资面役 为广告或公开揭示 那么需要详细载明薪资的急据 好 薪资急据则是由劳动部所定的 应该有蛮多劳工看到这个说 透明化很好啊 可是真的能够透明化吗 我要先请教 文员等我一下 我们先请教人力银行 因为通常企业会把这个工作放上去 都是大家会从人力银行找啊 薪资透明化现在有企业在做吗 其实我觉得薪资透明化 是有少部分的企业在做 应该怎么讲 应该简单说 其实现在企业也很清楚 就是说它有时候 这个媒合率比较低 或者是出现一些缺工的状况 确实可能是因为它薪资 或者是相关的福利 没有写得太透明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本身的网站 也蛮鼓励 就是说如果你的薪资 有明确写出来一个range的话 其实有鼓励它可以直缺置顶 直缺置顶就是它会放在你翻页 比如说你用App 或者是网页的最前面 那你的曝光度就会相形之下 变得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你薪资很明确写出来 或者说我们会特别成立一个专区 比如说它标榜是月薪4万以上 或者是年终奖金保障几个月 都会放在一个专区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的特别写出的话 可能我们还是会给他一些 放在比较前面 所以直缺置顶 增加一些曝光率 那这些雇主 他们如果第一次发现 他们薪资写出来的时候 这个履历的 投的这个状况 跟没合力状况都有改善的话 我觉得有助于他们下一次 或其他的直缺 也会把这个薪资揭露出来 那当然我们承认 某些时候有些工作 他可能显面医的状况 他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 所谓的这个没合力 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房仲业很喜欢打出这个 我们知道其实像 还会请偶像明星做的广告 就是保障前几个月多少薪资 但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保障期间过以后 他薪资到底多低 其实多高多低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薪资的这个陷阱很多 才是我原想要修法的理由 对没有错 其实因为就是很多的年轻朋友 会告诉我说 他们就有时候会碰到 有这个陷阱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他们满怀着希望 去了应征工作 然后去了结果那个 因为广告上面写薪资免疫 但真正到了去之后 才发现说 他原来可能已经有四万多块 然后他去那边 然后觉得他告诉他三万起跳 三万块 那他就会觉得说浪费时间 那所以其实薪资免疫 是可以减少 减少这个我们的朋友 在那个去找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是走冤枉路 至少他在看广告 他可以先知道说 大概他希望的range的 他希望的范围的 然后找一个他合适的 然后再去做这个应征的工作 那当然因为 其实大家可以想见 当我们去超市 我们去买这些 我们去买菜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那个价值上的这些食品 每样你都还要跑去问柜台 说这多少钱 你一定是看到他价钱 然后你挑合适的 然后才选购嘛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 供需的平台 你这个不管是企业主 或者是应征者 他们这个就是有一个 选择的机会嘛 那越透明公开 当然这个媒合的机会 就越高 而且可以避免有时候 年轻朋友因为 去应征第一份工作 有时候他比较没有 那个去沟通的 或者去bargain 去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技巧 可能脸皮也比较薄 他就去了之后 结果发现说 这个雇主他只愿意三万块 有些人就想说 雇主说 只要你表现好 将来就会加薪 所以他一开始 就起薪就很低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职场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造成 就是某一些行业 因为薪资灭移的做法 所以造成起薪偏低 这也会造成 就是说为什么 常常我们现在薪资结构上面 它的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它可以从三万到十万 同样类似的工作 但是完全就是看 你怎么去找到一个合适 但是这个部分 如果说可以有一个急剧出来 当然就可以减少这个情况的发生 那我要请教隋秘书长 一般来说你所了解的 刚刚委员说他的想法 当然是说如果年轻人 没找过工作的话 很容易会掉入一些陷阱 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也会有 找了工作之后发现 怎么薪水条拿来 跟你当初跟我讲的也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光是薪水这个部分 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薪资的公开透明 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让台湾的薪资 回到严有的水准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作法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工资而言 台湾有个劳动基准法 工资由劳资专方议定 但不得低于基本工资 现在基本工资是21009 那很多都写面译 当然我相信很多工作 也不会低于基本工资 但是它可能是比基本工资还低 加上各种津贴 勉强过基本工资 其实如果你用公开的 这样的方式的话 也许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比较可以参考的一个依准 不会白跑 如果说你只减25K 那我觉得我的能力 跟我的大概需要30K以上 或35K以上 那当然我就不会去 彼此也不会浪费时间 但是我觉得也许可以让 整体的台湾的工资 我必须强调台湾的工资 就是过去这二三十年来 尤其是这二十几年来 大概都是非常非常刻意的被贬低 也就是我无法理解说 台湾为什么薪资水准 会低到这种程度 那某种程度上 这跟雇主或资方 去决定的这个市场有关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资方 每天都在媒体上面受到缺工 照理来讲 台湾的薪资应该是水涨船高 应该是所有的劳工 应该是代价而沽 但是却工资一直节节败退 我觉得这个原因 如果能够透过 假设了 能够透过就业服务法 也许可以让 大家都把这样的一个薪资水准 公开出来 也许可以让薪资 回到严有的这个水准 公开出来 这个能不能做 也许我们可以 透过法的关系 让企业会去做 但是实务上 有没有可能 还是会有一些漏洞 我要请教一下 委员自己的看法 这一个把薪资透明化 感觉起来很好 应该大家应该要支持 其实从这个光从字面上来看 我认为也很好 我也认为要推动 可是你实际去执行的话 你会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 如果这样子 我个人会比较担心 你会再重新面临 当初2009年的时候 毕业生实习计划 造成现在22K大家在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要牵扯到 会有因为台湾的产业 的结构是什么 还有政府你要去做 推动的是什么产业结构 我们台湾现在太多的 制造业都外移了 你很多都是因为服务业 服务业我说真的 进入人门槛低 他不用什么资历 所以他进入人门槛低的时候 他的可替代率就高 可替代率就高的情况之下 雇主他就可以压低他的成本 他就随时去找人 来代替 因为你没有特殊的一个专业在里面 这是我们目前台湾 大概大环境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说 其实我觉得 这一个看似是好 不过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这样子好 你觉得资方都是笨蛋吗 资方他到时候 他在定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 因为每家公司的条件不一样 有的是炒创的公司 有的是大公司 我跟你讲 到时候所有的资方会去比较 大家会变成 用可以 他可以接受又更低的范围去 把他的薪资透明化 所以你会造成 我会担心你到时候 造成你薪资 会像22k一样 会降低 这个道理我不知道 这个大家听懂 就是说我如果是资方 我看到别人 他就开两万五而已 那我为什么要开到三万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的情况是 你如果台大毕业的 你如果其实他会有 不一样的一个水准 那我觉得 应该怎么去解决 我在那边真的讲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跟你讲 就是大幅的调高基本工资 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嘛 大幅的调高基本工资 我跟你讲 我们的基本工资 到现在才不到两千 不到两万两千块 这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我就以台湾的经济窗口什么的 不应该有这么低的 一个基本工资 我觉得我们应该 大幅调高基本工资 这样子可以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在 我在最后就是说 我虽然我面试的时候 我可能给你多少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进来的时候 那我公司如果都不赚钱 那他也可以给你减薪 我们不能 没有规定说公司 不能减薪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要彻底解决 年轻人毕业在台湾 低薪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幅调高基本工资 这是最快的解决方式 但是那个解决方式 好像也不是很容易 我要请教 对啦 当然是啊 还是要努力啦 因为大家会很希望我们薪水真的太低 中斌 但是如果刚刚赵委员那样说啦 的确也会有人顾虑到说 每间公司都不一样 那就算同样的职缺 每间公司愿意给的薪水 也不至于会相同啦 如果说这个情况看起来 一公开一公开之后会有集体 大概可能有一个隐燃形成的一种集体价格吗 某一种工作就是什么价格吗 可能会集体调低吗 或者是在公开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漏洞是他们有可能去钻的呢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在漏洞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如果是集聚的话 它其实可以把它写的比较 就是宽一点这样子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常常会有一些求职者 问我们说 助理工程师是什么工作 大家觉得我助理工程师 这五个字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好像就是反正特别助理就特助嘛 对不对 然后行政助理可能就是薪水比较低的 那特助可能薪水比较高 那助理工程师反正感觉前面只有助理 那后面三个字是工程师 那比重方面感觉应该工程师比重比较高 那应该可能就是听朋友说 如果是到那种上市柜的电子公司 那工程师至少都年薪百万 那助理的话就自己心里面想说 打个这个六七折吧 但实际上我发现其实还蛮多公司 它的助理工程师就是真的去作业员这样 做什么 就是作业员 其实它就是等同于作业员 对 所以然后它的 你有觉得很奇怪 助理工程师然后学历有的甚至且不拘 或高职以上 那你可能想说 哇那我某某大学念到研究所的 那应该是去应该是稳上的 然后确实我还是真的 我们记者会来宾有人还真的确实 一去马上就说 那你要不要下个礼拜就来上班 结果一去才知道 原来是做作业员的一个工作 助理工程师 那第二个例子我要举的就是说 其实有些薪资区间也是会有一些 这个刚提到说 其实它写的名目是在第一个在基本工资以上 而且它可能比22K还高出一些 比如说可能它是一些电话行销人员 不管是这个购物网购 或者是甚至是这个金融业 它的一些电话行销员 它可能range就是从这个25K 然后到这个100K 听起来好像100K很多 但实际上你可能进去 你才发现你同事里面 20个同事只有一个 可能真的就是那个最top 100K的 对 而且它可能就是那种口弱选可 很适合当这个sales跟对 其他可能百分之90几的人 就是可能平常就是领那个两三万出头薪资 那当然有时候就是所谓的低底薪高奖金 然后会把那个薪资的区间拉得比较大 所以委员如果真的要来做这个制度的改变的话 这些地方你会什么样去处理呢 其实我们在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法的时候 也是有建议政府了 就是应该要针对这个各个行业 可以做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说主机总处 他们现在在29号也要推一个平台 新型的平台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大概可以从各行各业的 他们的可能的薪资的这个集聚 可以先做一个大数据分析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当然刚刚其实几位讲到的都有可能会发生 不过毕竟如果你有个薪资的集聚在那边 我相信求职者他也可以从这个薪资的集聚 去看到说这家公司有没有诚意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其实当我们这一提出来的时候 马上其实在那个BBS站就有人在讨论 有人就在讲说集聚那可以写28.1 28.2 我就说可是你这样子写就没有意义嘛 一看明眼人一看就说这个就是这个集聚是有问题的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个东西 它基本上是一个参考值 那不过至少是让求职者知道说 我要找工作的时候 大概这一类的工作大概薪资结构在哪里 那如果说他甚至比较清楚说 如果这类工作还分 例如说助理 他有些是硕士级 他说是大概几K到几K 然后如果是博士级或者是学士级 那这样就更清楚嘛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这样子的集聚 跟他的这个学经历 他可以去判断说这份工作对他合不合适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管怎样 让他有个集聚 让他透明公开 总是比较可以减少一些误会 然后让我们的那个求职者 比较容易的去选择 他们想去接受这个 就是interview的时候的一个 避免走很多的冤枉路 不过的确有蛮多年轻人 现在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呢在脸书啊 或者在一些社群上面 开始有一些活动 譬如说有一个团体 叫做工时薪资透明化运动 这个东西呢 他是希望就是收集大数据 他希望有大数据 他让大家自己上去 然后登陆说你在什么公司 然后你到底薪水怎么样拿 然后相关的细节要填一填 然后大家以后呢 如果去找类似的公司 类似的工作的话 就可以有个参考的标准 所以就是民间自己在做 还有呢有一个APP 就是说它会可以让你download 然后你在使用人力银行的时候呢 因为人力银行我们只能看到职缺嘛 我们看不到这个公司到底评价如何 所以这个APP如果你去download之后 它就会上面就会有 曾经在那边工作过的 的人在下面有留言 你一看一查就知道 原来这个公司有哪些人 然后对这样什么评价 不过这个部分 这个我要请教一下 孙秘书长 他的真实性 你会认为会有打折吗 当然真实性会有些问题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老板很喜欢说 多少K多少K都找不到台湾的人要做 年轻人 尤其年轻人 所以年轻人是草莓族 桑胜族 水蜜桃族 反正你可以找到所有负面的 都可以套在年轻人身上 但是其实我觉得 年轻人追求的只是合理的劳动条件 什么叫合理的劳动条件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也许你在某个 人力银行找到一个四万二的薪水 不错嘛 对不对 不错嘛 但是四万二搞不好是要用什么 用到可能过劳死的公司来交换的 那请问一下 这样的劳动条件 当你去应征 或你开始做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薪水是很低的 你必须要靠很多的加班 才能够达到那个水准 我要举一个例子 虽然我时常 我们常看到有一些 像这个汽车驾驶 或者是说公车的 所以他们的底薪也很低 他们的薪水 搞不好可以写到很高 但是对不起 你可能是用理程奖金 跟载客奖金来变高的 那请问一下 他可能应征的时候的那个数字 可能就是虚假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除了修法之外 这个修法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这个修法的目的 我相信陈委员 大概是想要解决的 台湾长期以来低薪的问题 刚刚张委员提出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工具 就是大幅提高基本工资 去年我们算出来的 台湾的基本工资 应该到两万六千三百元至少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刚刚张伟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现在的基本工资是21009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如果你往前推 你前面的都不算 老基板开始实施 从1984年到现在 台湾的工资爬了三十几年 终于基本工资 终于爬超过两万了 这其实是一个荒谬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解决低薪的问题 其实要整体去看 包括说第一个 用提高最低工资 因为小英的政界是要定定最低工资法 提高最低工资 宣示台湾不再是一个低薪竞争的国家 包括刚刚张伟员所提到的 服务业为什么那么低薪 我们的制造业也很低薪 有头有脸的那些企业 也都很低薪 然后我们的职缺都贬值化 为什么 比如说要印证印输工程师 那是什么 那就是货车司机 整个为了掩盖你低薪的这样的事实 而用一个很漂亮的名字 很漂亮的职缺 但是对不起 我觉得那份工作 它的价值它非常辛苦 它应该是值更高的薪水的 但是你是愿意出这么样的薪水 所以你找不到人 所以我觉得从工资的透明化 从各项的这样的工资政策 包括说我们要不要在 公司的治理的相关法规里面 去让我们的工资更加透明 包括说老基法里面所定定的 你的工资的结构 往往是雇主所决定的 所以你可能除了一个底薪之外 加了各种名目 永远 劳工永远不知道自己 下个月的薪资到底是多少 因为那个名目随时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要一并解决 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工资 更加透明 更加的有效 那这个可能就两位委员的工作了 好 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薪资透明化 能不能够帮助劳工 至少我们要解决低薪的问题 或者是在求职过程受骗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部分就来谈 到底台湾的劳工们的薪水 是拿到多少呢 其实我们有数据 这个主计总处才公布不久 一月份的经常性跟非经常性的薪资 我想如果很多人看到标题 应该都会跟我一样吓一跳 一月的平均总薪资是9.3万元 那就看起来好像大家的薪水都很高 我们刚刚讨论的是有意义吗 我原这个看到薪水我们会觉得好像其实基本工资已经超越很多了 我们大家一月份的总薪资9.3万 这个数字是 我认为数字是正确的 因为很多人都有领到年终奖金 这数字是正确的 可是这个这个是因为有年终奖金 你不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常态 你如果我们以同样一个月一个月 我跟你讲你二月份公布的话 你会比去年大幅降低十几%到20% 因为去年的过年应该在二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并没有很现实的呈现我们台湾的薪资的水准 因为我刚就有讲了 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说制造业全部都外移 然后我们要知道制造业里面 它就会分成一般的初阶的劳工中阶的管理人员或什么的 它一个升迁 它那个薪水急剧就会慢慢的往上升 那我刚就有特别强调说服务业 其实台湾的服务业规模都很小 那它基层的服务人员它可替代性又太高了 那又缺少了中阶的主管服务业中阶主管人员又很少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的服务业 它比那个制造业 那个已经多了很多的情况之下 会变成说我这些企业的老板 我就是可以我不愿意出高薪 我来聘请这些员工 因为可替代性太高嘛 那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 提高基本工资是可以保障我们年轻人 他就业他的低薪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刚刚秘书长也讲了 这么多年来三十几年台湾的基本工资 真的是调的太少了 那我当然也知道调会有反对 不过你要解决低薪 你就是给他保障你的基本工资有到哪里 我们逐年慢慢调 这样子让年轻人 我跟你讲他也不用担心我去面试 写个面译或写个四万五万会被骗 我跟你讲 他如果说把它公布通面 我上面我写你的薪资可能有四万到四万五 可是我跟你讲他是说薪资月薪有这么多 他没有跟你讲说你里面的底薪是多少 你的奖金又是多少 我们会担心造成这一个状况 那你这样可能就是说 我可能去做的时候我才知道 哇我可能一天要上班十二个小时 我才有拿到照你讲的你的薪资四万到五万 那在这样的话你虽然好像是透明 但实际上你又有很多的陷阱在 那我们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他哪知道陷阱就在这里 那搞不好有的公司叫你进去 你要签约 搞不好签个一年两年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赔偿要违约金 这我觉得我基本上 我说认同这个方向 可是我觉得目前台湾 如果你把薪资透明 会有很多的陷阱在里面 你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年轻人 去马上就避免陷阱 所以我才会再次的强烈 我主张的就是 应该要大幅的调高基本薪资 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大幅调高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在逐年增加我们的基本薪资 我跟你讲 以台湾的国民所得 我们的基本薪资不到两万二台币 我觉得那个是跟我们实际上的那个差距太大了 那你说我们的基本 我们的平均薪资很多人会觉得很高或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统计数字不可能会有错 不过高阶的中阶的领的非常高 那你刚入社会的我跟你讲 三万块以下还是一大堆 所以我们会造成这个薪资的不平均 那我们如果调高的话 所有的资方他自己会去调配 他一年的薪水他怎么调配 他会去调配 顺便长应该有很多想要补充的 是啊 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在解决一个台湾一个 大家都痛心疾走的问题就是过劳嘛 就是长工时嘛 所以一连串的修法是要解决 要缩短工时 我觉得接下来真的是要面对低薪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从几个数字 其实台湾的薪资不应该那么低 譬如说现在我们的股市即将上万点 我们的外劳人数现在是有史来最高 六十几万人 然后我们的雇主每天都缺工 缺工按照经济学的原理 缺工劳工的薪资要代价而沽 对不对 结果呢我们的薪资就决结败退 我只要举一个例子 其实统计数字真的是对的 真的是对的 但是每一年主计数都会公布说 除了当年的 比如说前一年度的平均薪资之外 他还会公布说多少人在几万块以下 多少人几万块以下 去年我们大概 我们的平均薪资大概是四万八千多 四万八千多 但是薪水在四万以下的 可能将近六成 将近七成的劳工 所以保守估计是什么 保守估计是将近百分之七十五的劳工 他的薪资是低于平均薪资 这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纵使是薪资所得内部的人 他的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 高薪的非常高薪 低薪的非常低薪 那我觉得 刚刚张伟源 开了一个处方 这个处方绝对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应该要立即来订定最低工资法 然后让我们的最低工资 都是回到严有的水准 然后呢 在那个宣誓性的效果是说 台湾不应该再跟人家拼低薪了啦 我们不应该是跟别的国家拼低薪 说这是我们的竞争力 这是我们的经济活力 台湾也不应该跟他拼长工资 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让薪资更加的透明 让薪资的制度更加的合理 包括之前事实上在一年多前 国民党委员也提了加薪四把 其实我觉得长工资是台湾的社会共识 低薪也是蓝利的共识 所以我们就 我觉得将来也期待说 蓝利能够攜手 好好的解决这个低薪的问题 我们会说老板一定会说 我又没有赚什么钱 我哪有钱要分给员工呢 那么有个数字啦 就是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多少 这样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 我们就直接解释说 反正就是企业分享给劳工盈余的比例 从1990年是51.7% 其实漏售算很高 不过到现在呢 是2015年的数字是降到43.9% 近20年来实际的平均薪资 甚至还是负成长 那就可以知道说 劳工在这个职场上面 的确是比较弱势的嘛 委员这个情况 如果要讲的话 大环境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解决 对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台湾跟南海很类似的 就是我们GDP是有成长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把这个盈余 跟这个我们的劳工分享 所以在这样子状况下 当然就是劳工的低薪的问题 就是没有改善 所以一方面呢 当然我也很赞成 那个我们委员提到的 就是可以从最低薪资的这个修法上面来做 就是每周工时这些都大概确定 我们一粒一修也修的差不多 但是接下来的就是低薪的问题 照样你还是必须就是最低工资 应该要把它提升上来 不过我还是要讲了 就是其实如果说这个薪资的这个 在找这个我们的劳工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上面 能够有个薪资面移的方面 可以改善 变成是薪资急剧能够出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让这个 就是整个的 我们的薪资的这样子的结构 会更透明化了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劳方跟资方 其实是资讯不是很对等的 如果说今天你都是用薪资面移 其实一方面对这个 其实对资方来讲 它也变成一个状况是 它可能也是比较不容易找到 它适合的员工 因为它用薪资面移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凸显出来说 其实他们公司可能在 这个薪资上面 其实是反而比较优渥的 那对员工来讲 也是因为用一个薪资面移 它也没办法很快地 寻找到好的雇主 所以我想薪资面移的 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下来 造成的是大家都在祸悉你 所有的这些行业 其实大家都好像是搞神秘 所以彼此之间不晓得彼此的底细 可是坦白讲很多优秀的公司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也都沉沦在这个地方 如果今天是有一个好的 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让整个的业界知道说 他们大概怎么样的薪资 来定出来之后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在他们同才的工作里面 其实是可以突出的 他们就会有一个良性的竞争 要找到好的人才 我当然薪资要稍微高一点 所以如果跟我竞争的这家 就是他的对手的公司 他的急剧如果在这边 他可能就会往上稍微调一点 因为他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员工 更优秀的员工 所以我觉得这是从一个良性的竞争 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去走 所以我想这方面其实是 是可以期待的 反正大家是可以试试看 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不去做 永远都是在这个薪资免疫下面去沉沦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善的状态 好 那我要问一下钟斌 当然大家也有提一些不同的看法 薪资免疫这个是不是问题 透明化能不能够做 如果有人说像是美国戏骨 这个已经号称说非常自由的环境 还是不会有公司敢说 我去敢公布薪资 完全是透明化的 这个第一方面他们可能担心说 那会不会让员工之间 互相有一种比较的心态 因为我们如果心知是透明的 第二个是说 老板真的会因为这样比较诚实吗 你自己怎么看 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拿这个美国戏骨 或者我们足科这个状况 我只能说说确实有一些可能 在产业界特别科技业 他们竞争比较接一些高界工作 他们可能担心就是说 有一些挖角跟行情 被对方知道 甚至说可能也会担心说 一些更细部的 比如说可能连之前某个 我们的上市柜龙头公司的一些 比如说南科或哪里的投资计划 都很怕对手去推估你的那个产能 他已经细致到说 可能人事成本 我可以推估你未来有哪些 这个扩点的一个 这个扩产的一些计划 但我现在其实比较想就是说 如果未来立法是可能 有暂时排除高阶工作 一般工作的话 我现在其实真的是中心 当然我可能是以比较个人立场 因为我虽然已经就是64年次 但我自己出社会的时候 我确实真的觉得二三十年前那时候 给的薪水真的蛮高的 我真的坦白讲 当初我去应征第一份工作 他跟我说他愿意给我 33K的薪水的时候 我还觉得有点太低了 那个时候啦 那一间公司我当然就不方便 你是说多少年以前 就是大概 就是我64年之后 20几年 那是一个公关公司 我现在讲公关公司 大家会觉得现在公关公司 好像起薪都蛮低 当他给我33K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 好像有没有 那时候还觉得低 都还觉得蛮低 因为我觉得其他同学去找到类似的工作 好像有到35K这样 我是回答一个 我是比较期待就是说 其实如果立法一开始的话 可以针对无经验的 就是新鲜人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以资讯不对称来讲的话 其实你如果在科技业 做一段时间的话 即使那个工作你写面译 你可能自己也知道说 自己在这边工作三四年 这个职务 这个研发工程 是这个IC社会工程 大概行情是怎么样 而且其实他们有时候谈薪水是比较棒的 我可能说一年是14个月的月薪 加一些什么股票或分红之类的 但对新鲜人来讲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弱势 这个弱势是几乎就是 有点就是雇主开给你多少 就是可能为了一份工作 就是做这样 那有点就是刚刚稍微提到 刚刚委员有提到基本工资这件事情 我现在只需要稍稍肯定一下说 因为当初这个实习方案是刚好22K 那现在21009 我现在今年开始了 有一些雇主稍稍不太敢把薪水 订到太贴近21009 不太敢贴近22K 因为讲来听已经差不到1000块了 所以他们稍稍会把新鲜人的 就是我们调查办案 他们稍稍会把新鲜人的体薪稍微提高一些 但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如果未来立法 就是比较强制的 就是新鲜人就无经验工作 可以直接就是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range出来的话 我觉得雇主他看到其他同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什么科技 我们讲餐厅好了 因为刚刚在讲服务业好像比较低心 这个A餐厅就开始我有点担心说 B餐厅好像开出了26K 我好像写25.8K 好像差200块 那工作内容又差不多 他又很怕人家过去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了下场 一立一休 大家担心人缘不足的情况下 我觉得会有比较效应出来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个新鲜人工作 确实这样会比较好 第二点我其实真的还是比较担心 就是因为当初教改的政策出来后 广设大学 相较于我刚刚讲的 我求职的那一个年代 现在这个年代是大学学历高中化 然后研究所学大学化 所以虽然是写大学 然后多少钱 但其实说真的 用人主管他一看到你这个学校 我没有听过的什么改制的科技大学 我觉得他心里面已经打折扣 他永远还是停留在所谓的 台证清交层这样的状况 他所谓的给学士30K的薪资 其实在他心中我们也都知道 他其实30K是给他心目中的 台证清交层这样子 所以刚刚这样的建议 所以我们刚开始立法 会先从 当然要保障比较基本的一些劳工的需求 我觉得中兵讲的对啦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保障 尤其是就职场的新鲜人 那另外其实在我们的修法里面 也是提到说 对于高阶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是高阶的话 你在刚才谈薪资 你要挖角他或者你要怎样 这常常是个package 你要给一个package 所以这时候甚至有些猎人头公司 他其实都会给很多不同的组合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当然就不是在这个薪资 就是要给集聚上面来讨论的 那当然这方面高阶的工作 这可以由这个劳动部 我们可以做一些决定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希望保障的 在这薪资集聚 其实主要就是希望对新鲜人 这场新鲜的一个爆炸 好 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要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明天国会有什么样的议题焦点呢 明天会有行政院长施政总质询 最近有很多的议题 恐怕明天在质询里面都会提到 好 我们提到了年轻人的薪水问题 还有要不要公开 怎么公开 那么包含政府公布的薪资数据 是不是大家每次看都觉得 好像薪资的市场也没有这么差吧 看起来就是如果说经常性的薪资 平均起来39,000 这样也不是算很低啊 如果平均起来每个人都有4万块 其实好像也还好 中斌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的确我们稍微看一下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主机说它的数据就是一个平均值 所以比如说像实质经常性薪资 像我新闻稿常常都会写跟新常性薪资的比较 那其实你说37,632 是不是真的很难赚得到 我觉得其实先撇开什么加班费 什么低底薪高奖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新鲜人讲一个工作 就包括像台大校生三月 这个第一个礼拜天才刚刚举行 其实我们都会跟新鲜人讲一件事情 包括即使你进入餐饮业 刚其实大家在讲餐饮业可能比较低薪 那我们先不管说什么龙头厂商 或者是二线的厂商 就是比较小间的餐饮业 其实说他们很多工作 包括有一些超商或餐饮业者 他们真的这个所谓的储备干部 储备店长 明目很多啦 就储备干部 储备店长 还有实习相邻什么的 那这当然未来立法里面 可能这个职缺太 我觉得他们也一定会很乐意 把薪资急剧写出来 那他们其实很多薪水的薪资展望 薪资取言都是写在这个35K以上 我敢在这边讲 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公司的 相关的这些储备的这些干部 餐饮业 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个什么MA 金融业的 他确实很多都是给你写薪资展望 有到35K 那当然一进去会先受训三个月 毕竟你可能要负责一个店的 可能拉面 或者是什么猪排饭 或者是负责一个店24小时 超商业的多工型的 还会煮咖啡 或者是这个换点数之类的 所以他当然会跟你说 一开始可能前三个月会是 35K可能乘以0.7几 0.7几 就是受训期间 那到过试用期 他当然就愿意给你这个 35K或者是40几可以上薪资 那第二个当然 我们刚刚有稍后提到就是MA 那当然MA他都跟你说他的年薪展望就是百万 但我还是跟你们坦承 其实MA的要求很高 金融业MA都是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国立大学 然后甚至有的要硕士 然后多亿可能成绩要 多少多少之类的 可能委员当然这个薪资集区他愿意写出来 就是平均年薪百万没问题 他就敢写上去 可是他后面写了一堆 第一个门槛就是多亿要800分以上 那这个可能就淘汰掉一些人 所以其实薪资集区写出来 他还是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删写到他第一关要的新鲜人 不过委员我们会说 其实有一个主机总处他要上线一个东西 叫做心情平台 是薪水的薪 主要是让大家看到 到底现在我们劳工们的心情怎么样 如果问心情应该很差 薪水的薪应该也不是很好 不过就好像我们刚刚公布的数字 有些人说公布的数字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真实反映到实际上的劳工情况 那么之后要公布一个这样的心情平台 大家会说平均数跟中位数 到底看起来是什么差别 我认为这个东西他要做 我非常支持 不过不要做那种在学术研究看的那种报表 没有人看得懂 你要这个行业平均薪资入门大概多少 这个行业平均是前几年比较 你让大家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你要把真实的统计数据拿出来 而不是弄一些很好看的数据 然后又弄一些好像在学校在做文章 在学论文的那种东西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我们要的是看得懂的 好看好用的 那种我觉得要做这种 那我觉得做这种我非常认同啊 对不对 那你做这种再配合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应该调高基本薪资来做 那像陈委员说 我也说陈委员这个方向 我其实我没有反对 只是我怕 我说真的你把它入法之后啊 到时候这些资方啊 那头脑会比我们更聪明 我真的他们会钻很多的漏洞 那我为什么一直一再强调说 调高到基本 大幅调高到基本薪资可以解决低薪化 这绝对大家都听得懂 另外呢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每个人的薪水增加了 他可支配的 可以每个月可以花的钱就更多了 这个更多了之后呢 你看 我们如果低阶的人 占那么多数的人 大概占所有的 我们不要讲太多 所有的受薪阶级 所有劳关大概五成 你五成每个月的薪水可以 他现在薪水 如果他可以 我们不要说多个两成薪水 如果两万块的两成薪水 每个月就是四千块 你四千块 全台湾有一半以上人 每个月多了四千块 他四千块拿来台湾的消费 你可以创造出来的经济又有多少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不用去怕调高这个基本工资 因为这些钱基本上 七八成甚至九成都在台湾消费的 那你在台湾消费 就是刺激台湾的 整个经济的活肉 今天台湾经济为什么会一滩死水 因为我薪水很低 我怎么敢花钱 我有多少钱我马上存下来了 没有人去花钱 只剩那些有钱人 你看他可以一顿饭 可以吃五六万 可以吃很多 他根本不用怕 所以我会觉得说 真正釜底抽薪的 就是说把这个基本工资调高之后 然后刺激消费 然后再配合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 你说这个薪资平台 然后大家知道各行各一的薪资 到底有在哪里 那像陈委员讲的这种 我们可以要求政府每个月公布 让他去公布 让大家都很清楚 这样子就一个很透明的一个环境了 委员刚刚提说很多建议其实也是要帮委员 对不对 是啊 是啊 谢谢 我觉得这都很好 不过不管怎样 大家考虑到的时候说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资讯不对等的情况 对很多的职场新鲜人 他在找工作的时候 他就是不晓得到底这个薪资灭疫的 是多少K 然后满怀着希望去 然后勾勒的这个愿景 可能这个他的老板也会跟他讲说 你就先用这个三万块 但是我们将来会很好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陷在那里面 然后就可能一陷就四五年 然后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直在轮回 所以本来我们其实是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可以至少有一个机会 让他可以多做一些选择 会有惩罚性的条款吗 有啊 如果企业 假配合或不配合 对 如果这样的话 他就要罚六万以上三十万以下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那个修法的时候 是有要求说 如果这个他的这个 不提出这个几句的话 是会有这样子惩罚的 是会有 民主长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刚刚说 好 有几个问题 刚刚除了一个透明之外 还有啊 就是政府也要公布 薪水的这个平台 但是公布要用什么方式公布 是大家看得懂 又真的能够是一个比较真实 符合贴近 贴近现在社会的这个状况的数字 事实上过去几年都没有公布薪资中位数 我觉得薪资中位数它会比较贴近 那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形 那当然我觉得让所有的数字摊开来看的话 说实在的 你就今天的CV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2003年跟2009年 只多了一千多块 对不起 我们的房价不是2003年的房价 我们的物价也不是2003年的物价 所以其实薪资低薪的问题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年轻人年轻人 实际上小英在去年的总统就职点 也是花了蛮大的篇幅讲说 要协助年轻人解决低薪的问题 但是其实台湾的低薪是普遍化的问题 它的低薪的状况 包括说我们的CV里面有讲到 我们的GDP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状决结败退 GDP的成长 那钱都跑到那里去了 显然不是跑到劳工的口袋去了 所以这些问题 任何的想要尝试 尝试去解决台湾低薪的问题的做法 我都觉得是应该要支持的 包括刚刚张委员提到的 最低工资的提高 陈委员要提的这个新智的透明化 包括过去国民党委员在提的 那个加薪市法 但是在提加薪市法的时候 基本工资一天只涨八块钱 那其实那个就会 左手打右手 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低薪普遍的问题 它造成的冲击是很大的 在年轻人这一块 它就会造成年轻人少子化的问题 我自己的所得不够了 我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的 所以我就不结婚不生小孩的 那台湾的少子年化问题就这样产生 崩世代的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那整体而言 你到了中年 中年大叔 他其实他的薪水的清新也很差 所以我还蛮期待 其实在公布那个心情 我觉得那个公布 心情平台 就心情平台 其实只有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 我们到底要不要来解决 台湾低薪普遍化的问题 那台湾的薪资 到底应该回到什么样的水准 我再讲一点 就是几年前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学者 叫Picati 就是那个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来台湾演讲 那当然他那本书是在讲欧洲的情形 那你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台湾当然更加严重 他讲了一名讲说 台湾的GDP每天都成长 GDP肯定跑到某线的口袋去 但是绝对不是老公的口袋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说 尤其是这个可能张伟员的这个执政党 如果还是以过去的那个思维来看台湾的经济的话 那台湾就会陷在这样一个低薪的状态之下 我原来是会帮老公那个谋福利的啦 但是 我觉得啦 其实全世界的成业的潮流都在改变了 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包括台湾用大量的机器的人来取代人工 这我觉得台湾未来也是会面对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的政府 除了我们刚希望他做的这个之外 我们应该从教育去着手 然后从我们的产业 我们到底要是发展哪些产业 彻底去马上定出一个目标 你不可能让我们这样子 就是永远台湾还是处在于代工代工代工的一个状况下 这是绝对不对的 你政府要有一个产业的政策 你看全世界各国强的人 你我们举一个简单的 就韩国就好 人家就有他的政府要发展这个产业 用国家的资源下去 然后由教育来配合这些人才 我觉得你如果这个产业发展的起来 你教育有这个人才 我跟你讲 你产业好 他就需要人 就需要人才 那你教育又能够提供人才 他马上毕业就有好的工作 他有 那如果有好的工作 他就有好的薪水 我觉得这个是一连串的 不能说只从一个部分去看这件事情 一个部分看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我觉得除了劳工的提高基本薪水之外 我跟你讲 租税的也要改啦 康盘 康盘 我们下期再见